您進到這個線上模擬器之後 首先你會看到的是在這裡 在這邊 左手邊 您看到這個積木的功能就在這邊 左手邊 這個地方 它有很多積木的類別在這裡 那麼 在上面 右上角這裡 你會看到有一個房子 有看到右上角有一個房子 那個就是模擬器 好就是模擬器 所以我先請各位先把模擬器 打開好了 你看 按一下 有沒有跑出一個模擬器的 小小面板 但是這樣子不夠對不對 你把它放到最大 這裡 有沒有一個 右上角這裡有一個 你把它放到最大 這樣比較方便 按一下 好 那模擬器在哪邊 原件點 上面有一個原件 有沒有跑出來了 按一下就打開 按一下就收起來 這個 好 有看到一些基本的 板子跟原件的對不對 好 那麼您進來之後呢 首先我們這個Arduino板子 請你留意一下 我怕有的人太客氣喔 有些人是這樣 按一下就放開 它會掉在後面 好 我是這樣子 按住它 拖曳拉出來 按 有的人按一下放開 其實是掉在後面 所以你把它 拉出來外面 那您可以用滾輪 滑手滾輪放大縮小 滑手滾輪放大縮小 沒關係 這向量 放大縮小 不失針 不會因為你變比較大就比較模糊 好 這樣有一顆 麻煩你拿一顆LED燈出來 這裡 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這個板子就是Arduino Wuno的板子 Wuno的板子 基本上的原理是雷同 原理是雷同 所以 你這樣拿出來我們現在有兩個 一個是這個板子 一個是這個 如果萬利你有多拿了 怎麼辦 你把它刪掉 你可以 按它Delete 也可以按這裡 上面這個叉叉 這樣就可以拿掉了 原則上就是一個板子 加上這個 那你要怎麼做連線 這樣子 來注意看 我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 對 板子我先介紹一下 我們剛的Smart大家看過了 那這個板子比較大 比較大 像我們剛講那個Webduno有個板子叫Fly 它就跟這個 一樣大 它就坎在它上面 所以你會發現 有沒有發現腳位特別多 比我們多很多 所以它能夠 插的 圓件就比較多 那第二個 你可以看到這邊 它的電源也比較多 有3.3有5V 這樣嗎 上面還有 有沒有這個接地 這裡一個 下面還有兩個接地 對不對 所以 比較多 那再來就是它的腳位 的 數目也多一點 相對比較多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LED燈 剛剛我們把LED燈拿出來了 你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LED燈有長短腳 長短腳要怎麼辦 沒有啦 長短腳是要看醫生的 對吧 受傷了嘛 來 因為呢 這個 開玩笑 這個 請問短腳是正還是負 你覺得 短腳是正還是負 這是短腳 這是長腳 你覺得哪一個 正還是負 因為像我們電池一樣嘛 有正極負極嘛 所以 短腳是負極 長腳是正極 那我拿一顆那個LED燈 真正的LED燈 我們看一下 這邊 這邊 這隻 這裡 你看 這樣 有沒有長短腳 有嘛 所以一樣的 所以跟我們模擬是相同的 所以呢 你這個 滑鼠滑過去 有沒有亮起來 亮起來 那短腳應該是負極嘛 就好像我們插電一樣有 接地 所以 這裡是不是有GND 那 你就按著它丟過來 這樣就連線啊 因為 我們一般要用杜邦線嘛 對不對 這樣 我們一般要用這個 這樣就連線啊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我喜歡用模擬器的 這樣都沒有電道的危險 接錯的也不會壞掉啊 以前我們現在標準的是你要用這個接啊 對不對 好杜邦線來接啊 現在就用模擬器先模擬一下啊 這樣就沒有弄壞的問題 好這是第一個 那正極的話 因為LG燈其實它 其實 用電量非常小嘛 所以就不用再接電源 我們就直接接訊號線 我就接到10這裡 可以嗎 萬一你接錯怎麼辦 不是不是 萬一接錯是可以改啊 你可以點到它按Delete刪掉啊 沒關係 沒有人會把你拐 你就 接過來 萬一 你覺得 線這樣不好看的 有線比較厚嗎 說要這樣 這樣 直角 這樣比較好看 你可以點中間 好嗎 哈哈哈 點中間你可以 看你要怎麼拉 這樣有的人覺得 真的要這樣沒辦法 這樣了解 所以 你可以用一下 那這樣子我們硬體就接好了 雖然模擬歸模擬 但是跟正式做是一樣的 先把硬體先解決了 好 那 弄好之後呢 你的右手邊那個元件可以收起來 你就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右手邊就收起來了 好 另外我就把這個面板也收起來 右上角我們剛剛不是放到最大嗎 對不對 我現在把它收起來 可是收起來的時候有些人可能 這邊會太 旁邊 你用滾輪稍微縮小 那你按住空白的地方就可以整個一起拖曳 你不要點到一個元件個別拖 你太慢 我就點到空白的地方 有沒有這樣就一起動 好這樣就一起動 所以我先把它擺旁邊 擺旁邊 這樣可以接受 好 我跟你講 這個是完整的 所以 你在這裡 我真的程式在執行的時候 它這個電源會插進去的 哇 電源有插 好嗎 好啦 開開玩笑 那麼 有沒有這樣都跟上了 有了嗎 有 來